出院了 可以了 状況OK嗎 拿手機記錄下這感人的一刻 拍攝者是藝人黑人陳建州 坐在車上的是他的妹妹Vicky 謝謝台大醫院的7D的同事 7株的護理人員 謝謝你們 他們真的很貼心 還有那個素醫師 內科的素醫師 謝謝 對鏡頭表達最真具的感謝 繼續仔細看 Vicky手上還夾著血氧機 談言自己心跳還是比較快 原來黑人妹妹疑似生了重病 住在台大醫院已經將近一個月 如今24天過去 終於在5月31號順利出院 Vicky還因為肺功能狀況 盡量不要太喘 只能讓黑人背著上樓 讓人感受滿滿兄妹情誼 黑人發文就說 已經不記得上一次背著她是什麼時候 接下來要等待器官移植才有機會 就交給上帝來安排 黑人妻子范維琦同樣PO出影片 Vicky臉上插著醫療器具 跟孩子們在病床上玩 泛泛寫下希望能等到適合移植的肺 感謝您那麼勇敢 努力讓自己能繼續陪伴著兩個寶貝 不過Vicky身體狀況到底如何 記者時機指點黑人前見中 對方開會中無法回應 經紀人則表示這算隱私問題 沒打擾黑人也不方便過問 以社群說明為主 指派能撐過這關卡 TVBS新聞張啟源 尋聽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